我們剛剛介紹到整個前段製程 從Isolation Loop Wale Input Social Volting Input 到整個Gate Stack 到Salt Drain Input 結束後 一直走到45奈米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High-10的介入 為什麼呢? 剛剛介紹過 因為當雲介在磁性縮小的時候 雜質養垃圾會不會越來越薄 可是太薄的情況下 在固定的一幅電壓下 動電流會帶壓 它的聚員特技就會變得很差 那為了持續提高雜質電容密度 吸壓者要提高 就開始採用高介電素材料的介電層 來取代傳統標準的二氧化系 或者是淡化系 作為雜質電源材料 它的固定就是要防止雜質動電流 講白了就是 目的兩個 提高雜質電容密度 為了增加驅動電流 第二個 避免炸雜質動電流 避免炸雜質動電流太高 所以 這時候呢 就可以開始使用High貼 但是使用High貼的時候會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High貼這個名字 絕對不會單獨出現 它又會伴隨另外一個夥伴 叫做金屬炸雞 金屬炸雞 這是因為發生了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呢 剛好我們在金屬炸雞 金屬炸雞的時候 最近才介紹過 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的誕生 導致High貼沒有辦法不必生存 之前講過 傳統的Gear貼 以N型Mospec為例 以N型Mospec為例 雜質是N plus Polygame N plus Polyseek 然後呢 絕緣層是二氧化系 好 那前面講過 因為這個 氣壓感太薄 洛根有太大要趕 所以一開始呢 大家只想要走High貼就好 行行掉High貼 也就是說 大家一開始只想要把 絕緣層換掉就好 換成高性能級數材料就好 然後這裡呢 還是使用 多金屬炸雞 因為這樣子是變化最少的 只換一個材料就好 為什麼連雜雞都換 平什麼 對不對 雜雞用到好好的 時刻好不容易做好 為什麼要換 後來發生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後來發生到 High貼材料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金屬氧化物 大部分都是金屬氧化物 金屬氧化物裡面的氧 非常的活潑 非常好動 所以呢 它可能會跟多金屬呢 這個表面產生反應 形成一個界面層 而這個界面層 會產生許多的 interface state 會產生許多 interface state 造成 Fermi-Level 平靡的現象 造成了Fermi-Level 平靡的現象 使得 多金屬的Fermi-Level 原本 原本 它的Fermi-Level 它距離Fermi-Level 之間的能量差 我們稱之為 Wall-Function公開數 原本 N-Plus Polysec 的公開數 大約在4.11V左右 它改的時候是4.11V 的發揮 換到IP的時候呢 它瞬間變到4.50.6V左右 大幅度的Wall-Function 等下5.5V上升 更慘的是什麼呢 我從N-Plus 變到P-Plus Polysec 很好了 我的挖方水量出來 電信挖方水量 也在4.5V左右 幾乎不太動 即使我的參檔 輪度從N-M變到P 我的Fermi-Level 從conduction band 拉到Valance band 我的Fermi-Level 移動了1.1 1.2的電子伏特 但是整個隨修Modic 幾乎沒有變 就是因為 Odyssey跟IP的界面處 產生反應 使得在界面處的 等效公盤處 變化了 所以呢 後來大家發現 糟糕 沒辦法 怎麼辦 炸機也換掉了 換成金屬炸機 就換成金屬炸機 而換成金屬炸機 又有一段往事 又有一段掙扎 又有一段掙扎 是什麼呢 金屬炸機 又可以分為 純金屬 跟 細化物金屬 後來發現 細化物金屬 斯里撒 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很容易 一個加入熱水國 就形成反應 所以後來就決定 使用純金屬 就非金屬細化物 所以呢 因為 I-K 國性非常高 身長不穩定 所以 這時候呢 即使使用I-K沒有Gain 後來又分了這兩個路線 什麼兩個路線呢 這兩個路線 分別稱之為 先雜擊路線 叫做Gain First 又一個叫做後雜擊 Gain Last 我的Gain Last 又被稱之為 Refacement Game Intel叫Refacement Game 因為他們認為我從來沒有LAST 所以我不接受LAST 我就做Refacement 好 所以呢 一開始先發生先雜擊結構 也就是我會要講的 先雜擊製程 什麼叫先雜擊製程 這個先跟後指的是什麼呢 這個先跟後指的是 相較於Soft-Drain的形成 我們傳統Ballspace 是先做好Gain Asset Gate 然後再做Soft-Drain Input 所以 Gate是在Soft-Drain Input 行程之前做的 叫做先雜擊製程 所以傳統的PolyGate SRT 都屬於先雜擊製程 因為這樣才可以用自我對準 你雜擊做完了才可以自我對準 所以呢 所以我們一開始使用HIGH-TRAIN Ballspace 也是使用雜擊優先製程 Gain Worst 也就是 Gate State 先疊HIGH-TRAIN 但是呢 我們又發現 單純疊成HIGH-TRAIN 隨修VOLTRAIN 還是太大 不論對N 或對P 都太大 必須要有一個 用另外一種訣端來調遍 隨修VOLTRAIN 就會多一個覆蓋成 那這個覆蓋成呢 N跟P選得不一樣 前面這個HIGH-TRAIN N跟P呢 目前大部分人都選用同一種材料 叫做HAPPENI ASA HFO2 氧化8 二氧化8 後來發現呢 同一個二氧化8 對NMOS 跟對PMOS 隨修VOLTRAIN 都太大了 所以之後呢 再蓋一個覆蓋成 過來調遍隨修VOLTRAIN 一般比較多的選擇是氧化藍 LASSEN LA 氧化藍 而PMOS呢 選用的是氧化鈴 ALUMIAL 但是這些都被淘汰了 雜體優先現在成為歷史了 但是二十八奈米部分產品還在有 還在有在用 它是過度型的東西 到二十二奈米到二十奈米之後 就沒有在炸雞優先了 但是 在台灣一開始開發之後 還是使用炸雞優先 畢竟 開發出來嘛 可以用嘛 就懶得壞 就繼續用 好 所以呢 HIGH-TRAIN成績完會有一個覆蓋層 也是捲層 用來調避機的 成績完之後呢 然後再疊上MATOGAIN 這時候用的MATOGAIN使用的是TIM 用的是淡化碳 TIM 好 淡化碳 成績上去之後呢 成績上去之後呢 接著繼續成績多精細 成績多精細完 上在成績的NITROID TARMASK 然後接著TypeHATERY十顆 後面的步驟就跟傳統的步驟一樣 GATSET的十顆出來 十顆勾金性 十顆金屬 十顆HIGH-TRAIN 絕圓層 所以這一部分呢 倒霉的是誰 十顆 他必須要找出 可以十顆金屬的 又可以十顆HIGH-TRAIN 但是又不可以傷到 斯蒂肯表面 因為一傷到斯蒂肯表面 一次凹下去 客氣就毀了 所以HIGH-TRAINMATOGAIN那時候呢 挑戰就是 選擇什麼撥墨 而不同的婆婆就要負責到不同的時刻 他對於黃光維革而言呢 他沒有差 他最上面就是多精細完 跟傳統的HAMASK 所以這時候呢 唯一只要還是繼續負責索小就好 他不需要面臨到 換材料的酒精 換材料對一生影響最大 第一個就是 找材料的人 成績婆婆的人 但是 你除非證明她的婆婆不值 否則她就是裝紫黑 我疊完啊 就這樣 你除非告訴我說 你的電容值不夠 因為我換材料 互必是要增加電容值嘛 所以你可以確認其他 就是電容值跟弄電流 他找的電容值都沒有達到的 他的任務就完成了 所以那下一個倒霉就是10顆了 我找到一個好特別的材料 終於達到了 但是我好難10顆啊 所謂好難10顆是什麼呢 選擇名不好 10顆最大一顆就是選擇名 10顆 什麼都可以10顆 但是我怕的不是10顆無聊 是怕沒有選擇名 因為這補貨都很多 HIK 我前面傳統說的 SR2已經薄到1奈米了 用到HIK 基本上HIK大概也才2奈米左右 你會覺得好像只差1奈米 已經厚一倍了耶 在量子效率來講 厚一倍那個露電流 量子穿碎電流可以壓低很多了耶 可是在物理的角度來講 你會覺得 不過就是從1奈米 不到2奈米而已 對10顆來講還是很可怕 我不小心只要open action 一時刻過頭 就會碰到下面的SR2 除非找到選擇名 但很遺憾 很難找到好 所以 所以後來呢 改到10顆抓一群到後面的人 就要找VH來取代 好 那這部分是屬於HIK的密系 秘密 如果各位這樣有機會到HIK部門 你就要小心 這部分就要很好 好 因為這部分只要一傷到 就傷及到原件本體了 好 這特性很重要 好 所以在微小化的過程中呢 壓力最大的永遠都是 圖案化部門 就是微硬加10顆 好這兩個部分 一個永遠在面臨要怎樣做小 一個永遠在面臨怎樣時刻出最好的形狀 跟不要過度的overedge 好 所以 10顆完之後呢 後續的步驟一樣 一樣 一樣把離子固執 打離子固執完之後呢 一樣把它 飛車做好 然後私離骰做完 做一樣 所以呢 你會看到仙雜製程 它的步驟跟Polysic SR2 是一樣的 不同的就是從材料 SR2 跟Polysic的部分 改成 high-chain metal game 改成high-chain metal game 但Polysic還是有 Polysic還是有 Polysic還是有 好 所以這時候就第一次出現 前段製程竟然使用到金屬 所以這一部分的污染控制 就很重要 我們選擇金屬 不能夠是很容易產生破產的金屬 或很容易污染的金屬 所以在材料的選擇 也不是任意你選 不是任意選 還是要找漏電流低 然後呢 電容值高 計電長出高 要求就是漏電低 電容高 然後呢 渦方選要到位 也就是隨修渦子要到位 當然啦 會有一些外行人 譬如各位 隨修渦子不到位 打利子不只去挑選好了 我先講話 有隨修渦0.5人嘛 對不對 現在的不到位是VT很大 VT很大的情況下 你要把VT挑削 對MOSPAY也有自力量產 很多的N 你的通道很多的N呢 就會造成什麼呢 你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短通道效應會變得很差 你顧好一顆元件 你卻顧不好其他顆元件 你的短通道效應會變得非常的差 你的次零件版會非常的差 你的off color會大幅度的減升 動一把 牽一把動全身 指的就是 原件設計 非常恐怖 所以 這個政策略不是你在做的 耽誤其這個責任 剉三就剉完 所以呢 先雜器製程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在於什麼呢 先雜器製程 我剛剛講過 所謂的先是指比誰還要先 比受罪的行程還要先 那換言之 Gainstack的時候我要做受罪 而做受罪呢 你一定會避不了什麼 高溫製程 因為你不能打完要火化 所以先雜器製程最大的區列就是 你的雜器堆裂結構 你的海天麵糟粒會經過高溫 一旦經過高溫 就得是請他去化學反應啊 那一反應就會產生大家講的 Fermin level piny效應就會出現 所以呢 先雜器製程在眼鏡回溯的時候會發現 所以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 而他的原因 他的原因會來自於什麼呢 來自於反應 HKMG間的化學反應 所以後來就走到了 透漲的製程 Gainstack的製程 也就是怎樣呢 你先把受罪做完 因為等所有的imput 步驟退活步驟做完了 就沒有再高溫製程了 後面的製程全部都低於450度以下 就不再會有上 700-800度到1000度的溫度這種 沒有啦 這就是後雜器製程 後雜器製程都低於500度 甚至450度以下 也就是要再受罪是後座 可是這時候就出現一個問題啦 如果我要先做受罪 再做我還可以locate 那怎麼達到7-9製程 所謂7-9就是要雜器先做好嗎 因為雜器做好 Soul-Dram 我一直才會知道 可是你先做Soul-Dram 再做雜器 那不就失去了自我對準嗎 就會有這個一樣的疑慮 所以呢 給各位一個線 叫做repracement game 一定有聲就repracement game 代表什麼呢 我雜器還是先做 只是我先做的雜器 不是hi-camino game 還是用傳統的 holy-seeker sio的game 只是等到我所有製程做完之後呢 我再把這兩個材料 石刻掉 重新填入 hi-camino game 這就是後雜器的製程 這個做法 也被稱之為取代式的雜器製程 也就是後雜器 為什麼他這樣就對了 為什麼這樣就過分對 後雜器製程是怎麼樣呢 我的雜器一樣都傳統的poly-game sio2的gr3 就是他跟我們前面傳統的poly-seeker 一樣都做完 然後呢 imprint一樣做完 離子固執一樣形成完之後呢 接著ioly 也就是前面的步驟工 跟使用海鮮面都可以製程 之前一樣的步驟 gat stack做完 sio gem什麼都做完之後呢 連seesite都形成完了 沒有這裡沒有seesite 這裡畫 他已經畫錯了 這裡沒有seesite 好 這裡有seesite 但是gat不要有seesite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前面要有harmask 前面在做gat stack的時候 為什麼harmask 就避免這裡形成是seesite 在疊一口的時候不會被沈織到 好 等moss bay做完之後 這時候還是poly-gat sio2的gat stack 我們要開始做ilb0了 就要做比爾的時候 不是要成立的ilb嗎 ilb成立上去之後呢 cmp磨平 但是他磨平不是磨在上面喔 他磨到哪裡 磨到雜肌肉出來 cmp 這就很考驗cmp的功夫了 這種製程呢 導媒也不是做導媒 cmp的工作就很大 他就會像磨到什麼呢 磨到poly-gat打開來 poly-gat打開來 我就直接死磨 把這裡的多金氣死磨掉 再把下面的sio2 泡掉 vhmh掉 這裡就空了 原本砸擊的地方 就被空氣了 就籠空了 這時候呢 你在把你要的harmask 填進去 好 這時候下一個倒霉的人是誰 就是 薄末的人了 因為他們填進去 填進去不是問題 問題是他填的這個地方叫做gat 而我們vhmh在縮小的 就是通道長度不斷地在縮小 這個洞非常的小 而它要能夠填進去 而在填洞的時候 很害怕什麼 害怕stakehunter會有moid的出現 moid的一形成 你就沒辦法填了嘛 那你的gat就變成airgat了 你就變成airgat 變空氣炸擊了 所以填洞就很小 這個洞很小 這個洞大概只有20個耐寧的寬度而已 很小很小 這個洞很小 要填進去 所以這時候呢 一個化石帶的發明就出現了 就是我們 在CDD最後講到的 atomic layer position LED系統就出現了 很貴 速度很慢 但不得已 因為洞太小了 你真的只能一層一個原子層 一個原子層的疊上去 否則一不小心這個洞就被放住了 就完蛋了 所以這時候就拿LD來用了 所以這時候LD就搬上了第10的舞台 終於出外 所以LD原子層的已經開始成績所謂的 high take 所以當你只要看到圖 你只要看到 你只要看到 特地的材料跟底層的材料 是同一個材料 它就一定是心裏甜的 因為心裏甜的特地才會有 才會有所謂的state coverage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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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個經驗 接下來 到底是先雜集製成 還是後雜集製成 它一段最簡單就是什麼 側臂 如果是先雜集製成 那它就是一層的high take 一層的metal take 它就不會有所謂的側臂的metal 跟側臂的high take 可是如果你看到側臂有high take 側臂有metal take 那它一定是後雜集製成 所以 從 從材料的形狀 就可以判斷出它的製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NOVA很重要 在NOVA賣去 最新製成技術的時候 各大公司就會去買來 送去竊艇店 看一下人家怎麼做 然後再想辦法台灣利用高超的創意 跟高超的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想辦法做出跟對方差不多的結構 就是參考人家怎麼達到的 因為你在NOVA可以買得到 就代表黑亮產 能量是能賣的 對不對 這是玩笑話 但是真的 有一家有公司就是專門做這種 叫做 這叫做什麼技術啊 就是 足層幫你解剖 這叫做什麼 逆工程 逆 逆 逆向工程 不知道 有的公司做過這種事喔 幫你如何拆解 就是逆工程的話 逆工程 就等於是從最上的一層材料慢慢撥 可以推倒出原始是怎麼做的 它一層一層材料撥 一層撥一層撥一層 它告訴你是什麼東西 有的都是專門在做這種事情 然後專門變成一個資料夾 高價賣出 對 幫你剖析 它是什麼 就好像有人吃了 吃了一個蛋炒飯 它可以逆推回去 它最後一套步驟是什麼 它慢慢推回到一開始 好 所以你會看到 PK層積 Metal Gait層積 但是N跟P 畢竟需要的是不同的Metal Gait 所以又會在Metal的地方呢 P會疊P的Metal N會想疊N的Metal 然後呢 等決定波方學Metal填完之後呢 就要再塞進剩下的很充補的金屬 所以最後填完之後呢 又是一堆DT的金屬 這時候又需要另外一個線D 磨掉凸出來的所有的金屬 停在這表面 所以後炸機技術 非常考驗CNP CNP 因為你一直跌跌跌跌跌 最後呢 要把磨斷露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這步驟呢 CNP又很重要 CNP又很重要 所以你看 CNP從0.25 STI的5卡 什麼時候又被人家高度重視呢 還可以沒有解的時候 又被高度的重視CNP 但CNP有CNP的肯狀 我很苦 寶寶苦但寶寶不錯 他會有大苦中什麼 CNP的原理是什麼 之前講過 就很像SARS 工藝課的聚物 要拿SARS去磨 同一片SARS 新的時候磨 跟他去磨完這個東西 在磨地額的時候 效果會一樣 這種損耗性的東西 所以他變成你要好好的控制 磨的每一片效果都要一樣 拿到兩片老闆講 我每一天都要拿一個濕的沙子來磨嗎 他說 哇你太大費了吧 這樣成本很高 所以這要控制 每磨多少片 就要換一個磨的東西 這在CNP下禮拜的影片會介紹到 還沒有拍 下禮拜會有拍 拍完之後會放到網上大家來看 會有這個SARS 跟它上面磨的那個東西 SCRAP 那線磨的東西是每磨一段時間你就要換 因為原理就像剛剛講的嘛 就像沙子在磨東西一樣 他磨了第一塊之後呢 再去磨第二個 他的效能效能就會差很多 各況這個等級 你懂 凹凹了就會你知道這樣嗎 你如果多磨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雜起這個地方 如果磨的深度 磨的太多會發生什麼事情 磨的太少了會有連接線 沒有磨斷會短路 磨太多呢 Gate會變矮 Gate變矮呢 訊號在走的時候呢 Gate是有電阻的 它是有電阻的 尤其是高頻電路 訊號在在閘機這邊流動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就會變慢 你的高頻特性會有影響 因為電訊號在Gate在被傳輸的時候 那Gate的導電率就很重要 你把Gate磨得太矮 導電率就會變差 導電率就會變差 所以要求很嚴格 你不可以磨太多 磨太多也不行 可是你又知道這個東西呢 每磨一次 它磨的功能跟效率就會變差 所以你就要控制好 什麼時候要換 你換的太平白會被罵 花太多錢 所以就只好怎樣呢 再拿出台灣人日以期夜夜以期日的精神 想辦法找出符合老闆扣斯這樣的技術 摸掉它 所以 這時候呢 整個工程師 國貨工程跟原件工程 非常的苦惱 是因為 NMOSFET HEMOFET 需要不同的水修 VOLICH 他們需要不同的金屬 來調變各自的VOLFUNCH 因為傳統NMOSFET 使用的是NPLUSPOLIGATE NPLUSPOLIGATE NPLUSPOLIGATE VOL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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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LUSPOLIGATE VOL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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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時候又為難了 十顆都不能吃 你只能十顆掉綠色 但不要給我賞到下面的黃色 就會開這個規格 下面的黃色他負責露電流耶 可是在十顆的時候只要有一傷到 脫脫品質一傷到 你露電流會開始增加 所以 人跟人之間很容易霸生 吵架 矛盾 老闆出來叫他 我趕快給他看他傷到我 我認為是他傷到的 因為沒有做十顆步驟的時候我露電流是好的 做了十顆步驟的時候我露電流變大了 所以我可以證明不是我的問題是你的問題 然後另外就說 可是我不這樣子十顆 十顆不掉 怎麼辦 處長在哪裡出來 然後給我問 怎麼辦 很驚喜 這就是HIGH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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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試驗結束 後面講了很多是 後來七八道的基本上 後面再用 好 我們下次再把後面再去接到 所以我們現在1月3號的時候 好 期末跑 好 注意 1月3號數目跑 好 我們下一個要去上課比較晚 好 當中問題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要送他 好 送飯 好